这一放学回家,就在看手机吃西瓜 别看了,妈妈来 今天回来,探望一家土豆妹,说买了好菜 想给我吃一道竹瓜晚餐 土豆妹 说这样话,我就不能回来,说像你做的饭吧 我说他饭出来了一口 就炒两个菜了 剩菜,那两个,就打了这一个汤 没了,没了 就是这个 那你想去啊 家里拿过来的那个,这个什么 拿过来的竹笋 这个厨艺,要给力了 有啊 竹笋 还是家里菜比较丰盛 四五菜一桶 我摸手去看多久了 看不久了哈 看不久了哈 看不久了哈,看不久了哈 看两集 看两集不看了哈 你买的 有进步 以前只会煮面条,现在会做菜了,不做不做 越来越能干的,我的仙妻 就好了 土豆吃腻了嘛,都得吃点肉嘛 嗯嗯,对 等大宝下课了就开始 好久没睡,吃了几句,不太好感觉 这,没事,还是糖果又来看一看 这手艺有进步,是吧 你能吃是吧 试试 嗯 这个好吃 好辣 好辣 我看我,看我 晚上去鸡棚看一下哈 上次不是打了个小鸡棚吗 然后鸡长大了哈 然后现在又不冷了 把小鸡棚关起来了 不让鸡进去 不然太挤了,会压死鸡 看这鸡,有没有去打鸡棚哈 黑妹 黑妹,在刀虫子嘛,黑妹 黑妹是点好狗,走哪根呢 确实 闻到什么呢 五个不出去刀荒 黑妹天,黑妹天灵在我们这边 嗯 在后面,黑妹,这里,要刀七区吗 刀啥啊他 你不是吓人当晚上的,有什么东西啊 杀狗子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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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机还好哈 烟机买过来,从来没有换过棚 一直到这里 哎呀,好大,哇靠 好大的灰尘里面 烟机 啊 烟机还好 嗯 好碎,不搭里面 小母鸡就傻子可爱 我猜的不会进去,你看 这个小鸡棚是上次降温的哈 大鸡棚太长的了 没有保暖 保不了暖,然后搭着小鸡棚 现在鸡挡大了,天气升温了 把小鸡棚拦住了,帮他们进去 因为空间太小了哈 真的好了 不进去 大鸡棚也不去 幸好这两天温度高 那下雨就不死一片 要不这样嘛 明天把这个棚拆了 拆了它也住在这里 拆了搞不好灰烬 除非你抓进去 抓两天 以后它就自己进去了 这个鸡,真的,太傻了 可能这后面也是穿个鸡 你来这外面回家 我的妈呀 打掌,抓不抓 有这么笨呢 这个门关了 不知道是大鸡棚啊 下雨的,我想问一下 下雨的时候它往大鸡棚里面钻吧 应该不是规定 规定 大鸡棚里面一只鸡都没有 太大鸡棚了 大鸡棚没有 我打个这么大鸡棚没人住 一只都没有 嗯,有啊 有那么几只啊 有有有 有一些哈 有一些 大鸡棚在外面 在那边刹着 呜 呜 呜 压死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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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 有 是 不锁门 嚇进了一些 太傻了 这么大棚不睡 这么大的棚 你们居然不睡 看不上 现在鸡已经全部擀进去了 擀两天就习惯了 它们就无数到外面了 它们压死一只 应该是压死它这一只 好了 今天晚上要上来看一下 有鸡在外面就把它摸进去 今天久了就习惯了 以后补出来了 有可能明天还要擀一天 有可能 后天估计就不用擀 两天三天就可以 不用管它了 四处再看看吧 这里还有一个阿虎 好吃吗 晚上的鸡笨 好多 看看 晚上我们今天夜的房地 还挺漂亮的 灯火通明 夜景